你觉得你跟她能结婚吗 只要相爱就能了 那请问她爱你什么呢 你破坏她的前途 我有比她好的优势 你稍等 我问你 她爱你什么 不是爱你有什么优势 你可能家庭条件比她好 你跟她长得比她好 这所谓叫你的优势 人不爱 你家里人对她态度不好 她会开心吗 当她有自己的选择 去选择自己工作的时候 你有没有支持她 没有 你搅黄了她自己的事 你有没有照顾她的尊严 当你居然用一种 极其过分的手段 在报复她 和一个男孩 单独在房间里 在外地 她是怀着如何的心情 找到了 你有没有想到她的尊严 你一次又一次地破坏 这个人的底线 请问她爱你什么 她今天能在你面前说出 要分手 这都是你自己多的 本身一个很好的恋情 不错的男人 对你很包容 结果你呢 憋着她说要分手 你真正爱她的话 尊重她是最起码的 让她自己闯荡 给她支持 理解她 不要一味地索要 明白了吗 男生呢 憋了很久 可以发现一下 但我不相信 你说的是真话 真要分手 你就是想给她一个警醒 其实你说的可能是违心的话 你们可能还有未来 但是你必须要对这个女人说 请给我尊严 请给我空间 我们是平等的 当初可能是因为追你的时候 谁没有过甜言蜜语 那千万不能迷失了自己 所以男生做出你的选择 女孩 甭管她如何选择 你是错了 你要知道今后怎么样 如何去爱一个人 不一定是她 但是要知道如何去爱 好吗 就这样 谢谢